中国传统观念中 不如花甲 谁是你心中最牵挂的人 答案往往是 儿女 但儿女成家立业后 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各有各的鸡毛蒜皮 一家人总有一天要说两家话 牵挂在身也得讲分寸 有尺度 人老了 不管多么关心子女 也别帮这三种忙 否则好心办坏事 一 别帮儿女走完人生路 各自安好 有位作家曾在书里写道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她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她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不必追 孩子人生的道路上 父母只是领路人 即便有再多不舍 也要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抵挡风雨 可世间有太多父母 不仅在儿女年幼时贴心照顾好衣食住行 还要在儿女成年后帮他们承担起生活的重量 前些日子 一段29岁男子撞到父母不养之罪的新闻在全网刷屏了 这位男子名叫匡正轩 平日里 她躺在床上玩手机 睡觉 而她的父亲则顶着炎炎烈日在工地上赚钱 匡正轩的母亲患有糖尿病 常年卧病在床 需要大量医药费 一家人的开支全靠父亲每个月三千多块的收入 他们居住的屋子 仅有十五平米 却要容纳一家三口日常生活 在此之前 匡正轩做过搬运工 季剑云等工作 最后都觉得太累不了了之 唯一让她满意的 是去美院当绘画模特 因为只需坐着即可 但没过多久 她就因为报酬低 久坐难受等原因 选择了放弃 从那时起 她就下定决心肯老 要求父亲供养自己一辈子 直到离世 时间久了 匡妇忍无可忍 将她逐出家门 随后她便扬言状告父亲 希望判其不养之罪 直到记者深入采访时 才得知其中缘由 原来 从小到大 母亲从不让匡正轩做一点家务 不论她有什么要求 父母都尽所能去满足 母亲拼尽全力帮儿子解决问题 帮她避开风雨 儿子也渐渐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所以希望后半生都依靠父母 仔细想想 天下这样的父母不在少数 儿女小时候犯了小错 父母立马站出来承担责任 成年后犯下大错 父母想方设法为孩子减轻罪责 帮其偿还债款 辛辛苦苦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干到退休 却因为儿女买房做投资 把存款全部给了孩子 自己生病住院时 却身无分文 无人问候 很认同 特别狠心特别爱中的一段话 中国父母给予孩子的爱 不是太少 而是太多了 不忍心他们从小体验生活的艰难 也不懂得适当时机向他们索要 最终导致子女们一辈子 一辈子向父母索要 人老了 不要过分插手儿女的人生 也不必费尽心思 帮他们走完人生这一程 请告诉孩子 有的苦 唯有亲自品尝过 才能享受到生活的甜 有的难 唯有自己扛过去 才能看得见曙光到来 二 别帮儿女处理家务事 保持分寸 听过一个很深刻的观点 父母与子女之间 最好的距离是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包好一碗汤给孩子送过去 汤的温度刚刚好 彼此心里都温暖 近了太烫 远了太凉 恰到好处才舒服 所谓距离 不仅指的是路程的远近 也包含着分寸的大小 而女成家后 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也有避免不了的家长里短 但一旦父母掺和其中 事情结局就会大不相同 隔壁住着一对新婚夫妻 原本两人过着幸福平淡的日子 每天一起上班 晚上一起买菜回家做饭 让很多邻居都羡慕不已 可自从公婆搬过来住后 经常能听到隔壁传来的争吵声 日夜不休 骂声连连 后来有一次在超市购物 偶遇隔壁的女主人 于是同她闲聊起来 聊到各自的烦恼 她苦笑着说 最初婆婆声称为了方便照顾她俩的生活 想要搬到一起住 搬过来后 便开始干涉他们的生活习惯 还要求帮他们保管钱财 担心他们乱花钱 儿媳有事加班工作到深夜 次日起床较晚 婆婆就向儿子抱怨儿媳太懒 夫妻俩本来只是为了一件小事半嘴 婆婆听到后就要站出来主持公道 小矛盾最终演变成大灾难 一年后 在这样戒恋不断的争吵声中 这段婚姻即将走到尽头 作家周国平有句话说得很对 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 他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 这个距离意味着对于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 家人之间也应该遵循这个规则 不去干涉子女的选择 是对他们的尊重 不去插手子女的家世 是对家庭的保全 不去破坏距离的远近 是对感情的维持 真正聪明的父母都懂得在晚年 专注于自身的生活 充实好自己的人生 趁着身体健康 和老友约一次旅行 去远方看看世界之大 别再局限于生活的机灵狗碎 趁着阳光正好 发掘一个新的爱好 活动下身体 养一盆植物 享受当下的美好 一家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 父母有父母的天地 子女有子女的幸福 彼此挂念 互不干涉 常常探望 相亲相爱 三 别逞强帮儿女带孩子 量力而行 人事兼礼 郑娟说了一句话 让人印象深刻 孩子的一生是一生 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吗 有多少人 劳碌一生养大了孩子 到了一养天年的阶段 又主动提出帮忙带孙子 不曾想 因为太过辛劳 熬坏了身体 伤害了自己 不禁想起之前看过的 一个心酸故事 老人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 特意来到女儿所在的城市 帮忙照看小孩 但因为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不同 常常受到女儿的埋怨 她担心女儿长期熬夜工作伤身体 于是早起煮营养粥 女儿却怨她动静太大 她想尽快送孩子上学 于是帮孩子穿衣服 女儿却怨她教不会孩子独立 她看着孩子发烧心急 于是给孩子吃了点感冒药 女儿却怨她乱喂药 每天从早忙到晚 做饭洗衣家务全包揽 她的辛劳 女儿似乎从未看到 现实生活中 其实还有更多的老人 为了帮儿女带孩子 明明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 却默默忍受 为了儿女能够轻松点 明明身体不适 却忍着一言不乏 有人曾经在街头采访带娃的老人 问起最累的是什么时候 有位老人回答道 生病了就会很累 还要被儿子媳妇指责没带好孩子 背负着身体上的疲惫 和心理上的压力 只为一份爱的托举 人到晚年 总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总有顾忌不到的地方 年龄大了 不必为了没有帮到儿女自责 也不用强行忍受不适应的环境 永远别忘了 内心安好 才是享受幸福的关键 身体健康 才是子女最大的福气 欲试别逞强 量力而行 是一个老人最高级的智慧 人到老年 好好地经营自己的晚年生活 真的很重要 别把自己捆绑在子女身上 会招人嫌弃和厌恶的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活得开心 活得自在 活得自我 年轻时为了生存打拼 为了子女努力 如今都退休了 剩下的余生就是好好享受生活 闲时看看书 或者与老伴走出去 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相约好友小聚小酌 把老年时光过得精彩美好 子女已经各自成家 有他们的生活圈子 老人就过自己的安宁祥和的晚年日子 与老伴或老友多闲聊会 相伴喝喝茶 追忆一下曾经的美好 再畅想一下来式的幸福 有首歌里唱到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父母与儿女的缘分 是一场轮回般的索取和付出 而真正的爱 是适度的付出和适当的退出 人老了 学会慢慢退出子女的生活 该给的关心和帮助及时送去 该放开的手也要趁早松开 少操点心就多点快乐 不为所事忧愁就能保持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